其實我覺得在訓練來講很重要的一個就是你當下的那一個精神狀態 其實我覺得越野跑它本身就是一項需要非常專注的運動 專注然後很亢奮的一個狀態下去做訓練 就是那個強度才會夠 就是你在練的時候你需要去專注說你下一組應該要怎麼樣去調整 然後你下一組在做的時候你要把你的感受度放在哪邊 這個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一分心自然的關卡就會讓你有受點小傷 譬如說你可能就會不小心扭到腳啊 或者是頭一撞到樹之類的 所以我們得被迫很專心 訓練跟音樂兩個應該是要非常結合在一起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訓練是很吃節奏 那這個節奏做得好的話對於你肌肉的刺激才會是最重要的 我個人也很講求那個音質 因為其實越野運動它有時候是做反應的動作是不假思索的 所以戴上音樂我覺得能夠強化這樣子的直覺 能夠讓你更流利的去做出一些動作 剛戴上去第一個感覺就是能夠讓整個訓練起來是很能夠專注在那個上面 特別覺得Forge NC 在戶外運動是非常棒的 如果要我從過去到現在選一款 願意讓我可以放心大概三項運動的耳機就是Forge NC 大概沒有其他可以選擇 突然間追蹤 先來翹哥 記得到了你的歌曲 再詞一個字幕再開注 本書三項運動的耳機就是Forge NC 然後傳主林 ByeName 請進二項運動的耳機就是ForgeCore NC 直接進三項運動的耳機就是ForgeCore NC 接著作者含一個顏級的運動的耳機就是ForgeCoreCorecoreCoreCoreCo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